今年來看的話應該是還是持平 持平的原因是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不會大好也不會大壞 這個我們台商回流的部分 應該回來的時候還是需要用到車 但是不會大好 因為畢竟還是今年是選幾年 所以在這個市場來看的話 我們的推估還是會落在 在42萬台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今年的銷售目標將近4萬台 然後市占率大概1.2個% 貿易戰越演越烈 中國大陸車市也受衝擊 然而看待中國大陸轉投資 對玉日車的挹注卻很樂觀 中美的貿易摩擦之後 它大概會有蠻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它在汽車的購買 應該會間接的受到一點影響 未來的股權可以看得到 我們從40個%會變成42.69個% 只增加2.69 用什麼來換呢 就是把這個豐神汽車 連有科技跟舊車置換了 玉龍也下修2019年納智捷和東風玉龍的銷售目標 而受到汽車就換新補貼政策的一個效益遞減影響 加上總統大選將近 以及中美貿易戰的不確定因素 所以我們今年目前對台灣整體汽車市場的一個推估 大概還是維持42萬台 主要在19年的目標 目前我們會比較保守看待 從上市的大概1萬2千台調整到1萬台 至於外界關心的玉龍新電城開發進度 則會照規劃進行 無論是在新電玉龍城的開發或納智捷自有品牌 一些車型的投資未來是需要用到資金 東城新聞綜合報導